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股評 剛才中午熱點是匯控業績 業績如預期之中那麼差 股價也挺恐怖 因為之前已經在下跌 出現業績後更加失敗 因為業績的倒退情況挺嚴重 遠順預期 你想想也沒有預期 竟然可以遠順預期 挺恐怖 不過原來見到也有人買的 有個血肉長城的一道 但是沽壓比買力大 之前還可以兜一下住 50元有血肉長城 40元有血肉長城 現在33元有血肉長城 有血肉長城 有血肉長城 只有640元 不是 因為穿過 所以我想已經斬了 已經煽化了好一點 剛才忘記了 下跌了有沒有1,000人 現在還來 這些是時代的見證 有些人擔心不到 要排高一格 沒錯 很厲害 證明市場上 是的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有些朋友 不過我今天就不敢再傳這些消息給別人了 他自己可能都覺得沒什麼介意 打算收在床底 就是40元都會罵的 是的 沒錯 較早之前 30多元 有時都磨一下 可能令大家 就以為他會站定了 在大概38至40之間的為之 老實說 如果你真是信徒的 技術分析的 又或者是狠得下心的 因為我知道 其實很多人 你怎麼穿他都沒有感覺了 基本你跟他說穿什麼都沒有用 你看一下 比如在5月的時候 當時35.5號半 你當是35 這些位置 35 說真的 他不是第一天穿 是的 他出疫績前已經穿了 計算今天有機會是第5天 都是穿穿的35元 所以 這個弱勢的程度 幾乎已經是早有預視 不過我都很同意你一句 不走的人 你跟他說什麼 他都不走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是啊 你想想 3月份一個底 4月份一個底 5月份一個底 其實他都會不走 這個已經是不派適之後 不用跟他說什麼 都不知穿了幾次 但是相思出業職就穿了56元 然後又不派適 其實都是狂穿下去的 是啊 沒錯 所以如果有朋友 譬如在YouTube上面問 還未買 好沒有買 當然沒有買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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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貨是否應該斬 尤其是有些朋友 都是很肉痛的 50元 60元 70元買下來的 難道這樣也要斬 終於都有位朋友打進來 是啊 我想應該都深色了吧 要等業績 有些反彈 都等不成了 海嘯價都快要穿了 快要公股價了 28元 是啊 照計都沒有什麼可以寄望 如果你說要救一下 可以彈一下 看來都要出售一下歐美業務 一來又賺一筆錢回來 二來呢 其實因為現在 他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他現在叫做兩面不是人 是啊 那你起碼 就是 斬了一邊先 大陸也不喜歡你 你確不喜歡你 就是個個都不喜歡你 是啊 沒錯 香港人都快不喜歡他 因為 本身都說有情意跌 是啊 這樣跌 這樣跌法 真的什麼跌都被你解開了 是啊 整個市場被他搞歪了 真的 我朋友呢 之前說想買 你說什麼我都會買的了 他現在說不買 竟然 咦 那是見底色奴 這些 我覺得可能遲些見底 他又會說買回來的 老實 就是當年 連說 怎樣都買 你阻礙我 神佛都阻礙不了 他也都說不買 唉唷 講笑而已 當然不要叫大家 千萬不要 因為 大家經常聽我說什麼 軍線 什麼多頭 空頭 那些 現在呢 其實呢 在橫行一柱賽之後 他其實準備展開 新一個空頭 你真的 都不要覺得 33元 大了 是啊 short put 那些人 都要小心 是啊 等一下等接貨 就 沒錯 除了他之外 不如順便看兒子 兒子應該都不放好 去哪裡 這個就有人問的 一號 都是跌3.3% 的百分點 輕輕都補布先 他呢 就公佈了業績 順利倒退 3乘3至91億元 宣佈派第二次 中期息0.8元 即8毫 當然 都不收貨 股價就在午後 就明顯 跌幅擴大 低見 116.7 現在呢 就是3.3% 跌幅 兒童匯控 媽媽 即是 圖上面 有少少相似 就是呢 準備都要跌破 五月份低位 不過他好丁屎那麼多 可能因為 他始終都有識派 叫做 不會連那些色魔都離棄他 貪色的呢 可能還有少少 叫做 寄亡 當時 5月29號 最低陰燭收市位 117.9 現在118.1 即是剛剛手倒2毫子 今天吳川 明天可能都穿了 所以都不要太老定 是啊 其實本身銀行股的前景都一般 匯控更加是很嚴重 Harry就說 他給目標價5毫仔 他說給5元目標價 5元就誇張了一點 是啊 我想 30元 25可能有幾個 30 30元齊頭關 到時又有個血肉長成 然後28 就是這個公股價 應該都 5元就應該難少少 是啊 其實除了匯控之外 也有其他的出了 不是那麼好的業績 包括就有中電 都是大家的收息外股 不過中電 就是 雖然業績 雖然一般 但是股價就沒什麼事 就有得升 中電 中期業績期內收入 按年下跌11.72% 按年就是 就是規轉型 但是就賺60.1億 每股盈利就2.38 泰宗 其實0.63 規轉型 主要因為 去年 Energy Australia 零售業務 上次錄得雙月減值 導致它之前就出現了一個 虧損 現在就可以做回規轉型 不過其實這個也是比較 一次性的 這件事其實就 所以當時 其實你說營景 它都是跌完 都幾快消化到這個消息 不過其實你說 如果那個股價上來說 如果你要開一個月線圖 其實都是一個 走向下的形勢 沒錯 因為始終 股價方面 就一直震著落 現在唯一就是 叫做 好過穿三月份低位 當期三月份低位 去到都整六、五附近的位置 月線圖見到 均線就向下穿 同時間日線圖也是 都是有一個小的空頭 雖然股價都 開始肯企企 不過我想都沒有什麼特別 需要去關注的了 純粹它很好在 不用試到去三月份的位置 不過也都不見到 有上升的趨勢在這裏 看來收息股這類 都沒有什麼看透 看看大市 大市跌近169點 報24,426點 現在成交有1,235億 成交額榜上升得多 繼續是可以電氣升7% 另外中芯升5% 美團升4% 中國建材升4% 都是這幾隻 繼續做好 美團就上升200元關口 在下午 因為它今天一度都穿一穿 不如看看這隻美團 好啊 現在就 其實就 你說有個洋中嗎 其實又不是的 不過呢 就起碼在這個200元的關口 其實就今天開市位 現在都 看看可不可以 稍後收市 站穩這個位置 是啊 就算你說 它是不是明顯 楊竹也好 它似乎在現水平 打橫行的時候 都相對 是要站得比較穩一點 暫時未需要穿回下方 所以 它都 不要忘記 8月14日 它都有機會 九成機會 就被宣告艷藍 所以最近那些 大概184元位 我覺得企道應該都還可以 這個都是可以繼續保持 其實因為 我想是今天就是匯匡 貢獻了一個行指的跌幅 是啊 整個大市被它弄彎了 其他呢 你說真的過個股來看 剛才我都收到中芯 還有執近半成 現在升5.1% 中芯 最近北水在這裡掃回中芯 一輪沽完一輪數 真的 這些資金炒作 你真的要跟緊那些資金出入才好 另外 中芯美團也看過 小米 也升到 對 小米也有相關的消息 因為現在 其實就開始 憂慮印度那邊 會不會杯葛小米 因為中芯關係 最近有少少磨擦 是啊 也都 有看到三星出來說 其實他們手機也不錯 想去佔印度市場 但小米的股價 就沒有什麼受壓 還開始 其實繼續在這裡站穩 這裏就在14.64這些位置 就開始打橫行 在這裡找一個支持 是啊 這些呢 我都覺得 可以有貨的話 就繼續保持 沒有貨的話 就很坦白 我想要它更加多的能量 因為呢 只是炒染藍的話 我始終都相信 始終多人知道 真的要讓人相信 還有資金去跟進 才可以 較早之前呢 這一支比較像樣少少的陰燭 當然是收15.08的陰燭底的 最好就收復那個位置 才叫做基本合格 現在15.12 暫時有機會收到 那就是說呢 它是脫險而已 不過長度來講 我想它起碼後知 像樣少少的陽足 還有說真的 今天成交就不算很大 18.3億 雖然都10億 8億 18億 但是呢 過去來講 四五天都是這些成交 顯示不到它有明顯轉強 還有10天線 15.24 四圖都未曾騎穩 一條最基本的軍線都未騎穩 所以呢 我想都是先觀望 是啊 我看到Youtube Serene 就是大家在關注 5.12 敬多會飛 Edward說 正在2成2 不過呢 我們現在去完廣告 看看待會競價完成了之後 收到是甚麼位置 好 稍後見 好 回來節目時間 剛才提到 Steven推介的512軟大醫藥 很厲害 現在是升2成2 8.98 沖上9元 大家有沒有說要走 有些人就說怎麼看 還育痛 Sitter為什麼呢 可能走了 是啊 基本都是 走了就不要緊 沒有得責 這樣育痛 對了 走了最重要是賺走 賺走 賺走 真是坎頭埋牆 我不是開玩笑 現在的情況 是5.99元 亦都是日中day high 和大家看看盤路 老實說 這隻就不是很熱門的股份 所以你看到 其實它的盤就不多 以盤數來計 以及以每一個盤的量來計 現在它肯衝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很想走的朋友 當然 當然我都會用技術分析來跟你說 最少都出一支陰燭 例如高開低就 低開低就 才是股頂的 否則 週末前 其實升幅都很猛烈 如果你股頂的話 那就沒有今天了 所以不應該隨便去股 不過我都要看看 確實盤路方面 股數比較少些 唯一這一點 所以要大家去留意 就是 假使你是相當重瘡的話 你要留意 出貨的時候 到時的流通性 但如果你是普通部署的 幾萬元 那些 我就覺得照過市 先 因為今天 它能夠做到 日子高 附近收 差仙半仙 不要緊 其實 都可能是 有如未盡 所以我覺得 照做先 現在這個勢 就像是 湧著想 那樣 沒錯 明天再更新一下 情況又如何 好 接著就是 Amy 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推介 沒有 今天太 老實說 一來 512就很刺激 經常看著它 都已經很high 之前推介了 對 二來 沒有 今天 如果真的升 說真的 剛才成家榜上 有些升三四八分點的 都是新經濟類型 大家知道我比較保守 所以都沒有怎樣去選擇 我又不是貪便宜 貪見底的那些人 所以你說匯控跌多少 又不關我的事 不過都要輕輕的update 雖然未收盡 匯控 競價就走回好少少 大家千萬不要 想著 哎呀 我又miss了33元海嘯價 說真的 今天 暫時 如果現在競價就收這些位 距離低位都是 五毫子坐著 不要想著這麼快 見底 現在競價33個半 我記得 40元那期 那些人都罵得很興奮 我記得當時大家最主流的想法就是 放心吧 他這次不派息 只要在壞消息情況下 給我撈底下 遲些他派息 那我就發達了 又升價又收息 想不到現在進一步 是挑戰低位 如果要回到40元 現在就要升多兩成多 才搞定 是啊 自己去小心點 是 是 接著我就去看Youtube上面 其實一對 268金碟 388金山 我都想看的 是 因為金碟 今天呢 其實都不是說升得多 但是金山呢 其實就 我剛才看過都幾厲害 是 挨近6個百分點 升幅去到41.8 雖然就不是破頂 但是呢 就在今次的調整裡頭 似乎已經穩穩了 有多少力水 是啊 他都沒有課 一飛衝天去玩 其實這兩隻都是可入之選來的 金山今天比較厲害 其實金碟一度都有衝過 但是金碟因為今早早其實是跌的 都可以跌轉升 一度其實跟金山一樣 就有追捧的 但是因為金碟本身就已經處於高位 金山就有追落後之勢 金山現在41.8 就突破了這個 這個算是一個項線 就是近的阻力位 就41.05 所以其實呢 這個也是可以買入的 那你金山的話 就可以用35元來做止涉位 那268金碟呢 就刑警令到它少少受壓 即是很快又彈回來 那現在呢 就上到來 也都是上到來21.9 其實呢 它就站穩前頂 20.7的路都 也都是可以買入的 其實不穿20.7就沒有什麼需要去擔心了 那其實如果不是說炒得那麼短呢 其實就可以用回17.5來做止涉位的 那兩隻其實都是可以一個看好的 可以買入的選擇來的 好 那跟著呢 我就回答Becky 她問金股 其實我也想講講 山東金啦 有貨走還是keep 先補一補 其實金價今天到錯的 高位2009 低位呢 是1986 那就是差不多23元 現在現價大概1990 其實都是較上天 漲4.5的 但是 我始終都是覺得 它在高位呢 有多少震盪 我講一個金價 就好像不像之前 日日升那種 比較純淨一點的強勢 所以 不排除有些人高位 take profit 尤其是去到齊頭2000 這些位置 那些人很想吃 等於 等於那些股份 去到齊頭關 你都會想吃 所以 我覺得 這隻股 山東金應該就 到了價 因為 如果你跟著那個金價 不是直不甩升的話 它應該都是在那支大陰竹的陰霾底下 因為那支陰竹 就是開得太高 變成了 後市如無驚喜 你就應該在粥裡面震來震去 如果有回落 那金價 它就更加會肯回落 所以 我覺得 當然你可以貼 買就一定不買著 我想那個金回回一點 但take profit 我絕對不阻止 因為 似乎不會再說大軍上到 如果想說 比較緊貼金價多一些 除了 2840 可能有些人打算是薄短炒 擔心未必還有很多水位 都是可以留意這支 7299 就是看好黃金兩倍 這個 南方的黃金ETF 現在都跌了一些 跌0.7% 至於 2840 就是跌0.3% 所以如果想緊貼金價多一些 而又想短炒 就可以選一支7299 好 看完金 可以看看 這支6958 半身的物股 我都覺得不錯 早前發了一個型起 Scott就說 正榮有貨 怎麼看呢 現在升2.7% 升幅不算很多 其實也可以說 有充高回6個 但現在正式競價完 其實創了收市新高 突破了前頂 就是6.58 其實現在都是企穩 都可以繼續持有 如果你這裡買的話 你止蝕止賬位 可以放在6.42 都是 就駁它繼續向上破頂 近期這些半身物管股 都有個不錯的升幅 其實整體是 沒錯 除了這支之外 971 都 是的 這支再細一點 因為這個規模 再細一點 剛才正榮市值一半左右 今天的升幅更厲害 而且計價位 都是創了歷史新高 現在升7.8% 剛才正榮服務 創收市新高 但日中高位 未創新高 而弘洋服務 就完全消化了蟹貨 就是 今天最高7.3毫 創了歷史新高 現在都是勤地蟹瘦 因為它消化了蟹貨 上方就已經沒有沽壓 它沽回來了 暫時 是的 接著有位朋友 他就問 他叫我分析一下教育股 怎樣看 其實教育股 我就自己首推就是 八三九宗教 因為靠近歷史新高 雖然它今天都是黏 不過我都講過給大家聽 是大將小回的格局 不算太危 有貨繼續保持 至於今天會比較青少少的 可能就是1769 思考落 1769 今天比較升得多少少 升了18個百分點 不過一看這樣的升幅 都知道股就比較炒些 橫行了一段時間 三個月了 一棍上的 如果你問我 整體就是 怎樣看呢 最主要就是 在疫情不太惡化的情況之下 其實都是憧憬新的學年開始 學位增加 學費增加 同時他基於是比較內需少少 就沒有那麼受外圍 比如中美 某業戰 那些因素去影響 也都多基金 或者機構性投資者 喜歡這個辦法 比較穩定的 所以我會覺得 其實都看好教育股份 先下的 不過大家耐心點選擇 選擇一些強勢少少 那就OK了 近期都有資金 炒一些個別的教育股 然後就看看手機 1415 看到Ray想看1415 今天其實表現相當之好 升7% 因為都受著這個 蘋果有好業績 加上就是那個銷售號 又出了新機 大動下 也有炒一些蘋果概念股 其實最主要 最好的選擇 就是1415和2018 現在在港股市場裏面 2018上個星期有起動過 不過今天就有少少的沽壓 看看是否可以站穩這個 前頂61.3 暫時收市就站穩了 今天都低位有些成節 1415的話 其實不知是否想買還是有貨 其實如果想買 現在就正式收市 突破了3.41的阻力位 收補3.62 其實都是可以買的 再向上望 再看前一個頂就是3.62 其實現在正正正正在這裡 如果你是未買的 那你就可以看明天 是不是都會開在3.62以上再上 就可以去買入 如果你要止蝕位 其實又很容易定到 就是2.92元 因為7月的時候又整顧過 上網就可以看回 2017年的時候 有個5.31元的高位 挺遙遠的 那邊走 老實這股份都挺像 休息再起步 因為最近的高位 差不多形成了一個雙底型W字 甚至升穿項線 雖然在6月過半附近 一直升上來 都已經在一個月裏面一倍了 有少少高 但是升在它現在 其實很多指標都落回 離開一個叫黃金交叉 此次地有機會再起狼 可以看看股份都挺強勢的 好了 現在4.15分 競原價更加了 行星指數跌137點 跌小座下 24,458點 成交多一點 1,304億 提醒大家一對 如果用競價之後的收市價來看 遠大512 結果收在8.95元 升了21.9% 都捱陣地下收 可以過市了 好 我們就明早再更新新的走勢 明早9點15分再見 拜拜